上面谈到阴阳交的症状病机 所以说它是一种危险的病症 下面又进一步讲一下这几个危险的症状 比如说上面有狂言不能食吗 说狂言者是失智 这个病人出现狂言乱语了 这是神智受伤的表现 特别说智属于肾 那是由于热灼真因 而神智被扰 神智被扰乱了 所以说狂言者是失智 失智者死啊 真因伤得很严重 而且神智又被扰了 所以这是一个死的症状 今见三死不见一生啊 现在说到联系前文可以看到 可以出现有三个死症 而没有出现一个可生之机 说随遇必死 虽然在疾病过程当中 可能某一个阶段显得病轻微一些 这个随遇呀 就是病有些轻微的表现 即使有些轻微的表现 最后这个病还是很难办的 所以随遇必死也 所谓三死症 是指了不能食而卖造际 第二就是狂言失智 第三是汗出 热不止 还是汗出 折腹热 不能食而卖造胜 是邪气胜嘛 而正气没有气血化身无缘了 狂言失智呢 狂言那是神智被扰 精气大衰了 汗出又热 弱不止 那说明一方面伤筋液 一方面邪气仍然胜 所以是三死症 今见三死而不见一生 那说阴阳交的病啊 病激是非常严 是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病症 理论阐释 谈到了阴阳交的病激特点问题 其中这段呢 病激是个重要的方 最重要的方面 也就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啊 是要理解这个病激 重点是理解病激 从症状分析 汗出折腹热 是正不胜邪 所致不能使说明理热 凡硕 结伤未阴 狂言失智 是由于肾经受损 阴经不足 热扰神明 卖造计 是阴不治阳 邪热充斥 卖道 是啊 这个邪气 出汗之后 邪气去没去 主要是看脉相啊 一些发热疾病 用了汗法 汗出之后 脉如果平静了 那病就很平稳了 如果脉扔造计 那说明病还在发展 所以山寒论后来也有这类的话 发汗之后 脉弱静者为不传 脉造计者为传也 发汗之后 脉已经平静了 这疾病不再传遍了 脉弱造计 还在那造计呢 说明邪气盛 没传言 还在继续传遍 同样的道理啊 所以 这个内经的这个理论 从山寒 从张中景到后世 都接受了这样的一种理论 用之于临床 诊断 推断疾病的愈后 确实是 确实如此啊 从愈后看 热流伤经 其瘦可立而勤也 说明病情严重 凶险 愈后不良 整个疾病过程 紧紧围绕着热 阳热 邪胜 阴精不足 阴精正气 不能致服阳热 这一病激 来认识疾病的严重性 强调了阳邪与阴精双方的胜负存亡 在温热病转归当中 所取的决定性的作用 热病 温病 就主要看的是阴精 伤寒主要看阳气 所以这个热随肾不死 那还是伤寒 有一分阳气 就有一分生机 热病 温病 有一分 金业 就有一分生机 他这个没有金业可生了 汗出 伤金了 又不能进饮食 精无比也 所以这里说 强调了阳邪与阴精 双方的胜负存亡 在温热病的转归当中 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这个意思 村的一分金业 就有一分生机 这是温病 伤寒是村的一分阳气 就有一分生机 阳气没有了 那就不能生了 热病主要是阴精 豪杰的问题 就是温热病 本段提出 温病邪流历情 与热论中所载 非两感伤寒 热随肾不死 二者区别 关键在于病激不同 前面那个热论 热论所讲的 那个伤寒 热病 是热随肾不死 本段所讲的阴阳交 交者死也 不同在哪点 一个是温热病 疾病过程当中 人体感受温热之邪 也就是邪症交征 烟阳交 刚才所讲的这个 邪胜正虚 阴经正气 无力去邪 汉添尔邪热不退的 危动的病理变化 治疗棘手 就是比较难治 而伤寒那个热病 伤寒的热病 是寒邪伤于肌表 胃气欲饿不得打表 胃气欲饿不得外达 邪圣正未衰的 这样一种病理变化 六经这个热病伤寒呢 是邪气胜正气胜 这个阴阳交啊 是邪气胜正气衰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邪气胜正气也胜 这时候可以用 发汉解表之法 邪随汉解 那么则迈尽身凉 病济痊愈 像张介冰内经上所说的 寒散则热退 故热随肾不死呢 所以说这两个的病机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方面就是 关于林郑指药的问题 本段经文 对后世温病学派 有很大启发 温病学派 一直认为汗出 并减为夹兆 反之 则正凶险 确实这样啊 看危重病的 温病的危重症后 不外乎 高热的反复 阴嚎 夜哭 冻风 冻雪 热扰神明 等几个方面 所以在本篇 《阳热之邪需赖阴经以至胜》的观点启发下 《阳热之邪需赖阴经以至胜》的观点启发下 温病学派 接合临床制定出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治疗措施 把保筋液列为温病治疗之首 提出来热病以救阴为先 提出来救阴以泄热为药 那就说 既要泄热 又要救阴 在治疗温病过程当中 单纯泄热是不对的 就是扶症 躯邪兼治的基本方法 使温病类似阴阳交的危重症后的治疗 取得了很大进展 也就是内经说的必死啊 后事还有了相当的进步 当然我说了 内经说死症也不见得就是真死 无非是说它危重 难治而已 所以临床治疗可根据不同的情况 这是说的阴阳交嘛 这个选择适宜的方药 比如热入阴影 可用青阴汤 热腺心包 可用青宫汤 送服 安宫牛黄丸或治保单 滋血单 热壁心包兼腐蚀的 可用牛黄成气汤 热胜冬风的 冻风的 可用羚羊高藤汤 后期热病 热说真阴的 可以用黄连阿娇汤 或者加减腹脉汤 等正 那等等 等方法 其总的治疗精神 是以 清热 滋阴为主 这也就是 存得一分 精液 便有一分 生机的意义 所在 所以治疗 这类的 这个热病啊 要注意 就要清热 要生筋 这是这个第一 第一个病 烟阳交病 下面讲第二个病 论风诀 病因 病基 与治法 风诀病 病因 病基 与治法 这是 这一段 是论风诀病的 病因 病基 与治法 帝约 有病 身热 汗处 烦闷 烦满 也可以 这写的是满 都成满 可以了 烦满 不为汉结 此为何病 齐博约 汗处 而身热 者 风也 汗处 而 烦满 不结 者 绝也 当然 你看这个 度烦满 好像还不如度 烦闷顺 汉处 而 烦满 不结 者 绝也 此 定名 约 封绝 帝约 愿 愿醋 文之 齐博约 巨阳 主气 故先受邪 少阴 语气 为表里 得热 则尚从之 从之 则绝也 帝约 致之奈何 齐博约 表里 次之 引之 付汤 这一 这段 愿文 哦 对 补充 说明一下 这阴阳交 这个病的 第一 原文呢 第一句话 是有点问题啊 咱们教材上 有些毛病了 第一句话啊 阴阳交的 这个这个 也就是本篇第一段哈 皇帝问曰 有病温者 汗出 者腐热 这才印成了 有温病者 这两个字 应该颠倒一下 有病温者 汗出 者腐热 第一段 这个补充 说明一下 下边我们还是 回过头来看 178页 封决的问题 有病啊 身热 汗出 同时有 烦闷 烦闷 还不为 汉节 如果烦闷 出了汗 烦闷就好了 这也没问题 烦闷不为 汉节 这也是一种 不好的现象 总之是 汗出之后 症状应该 缓解才对 他的汗出 仍然 烦闷 这是什么病呢 西伯回答说 汗出 而身热者 疯也 但这个 跟烟阳交 不同 烟阳交 热是很胜 除了 他也有 除了 汗出 发热之外 他有脉造剂 狂炎 不能食 他很多的 危重症状 这个呢 是汗出 烦闷 虽然肾热 汗出 烦闷 汗出 深热 这是由于风邪 风为阳邪 所以容易使人出汗 阳热不解 邪气不解 也可以引起发热 又出汗 又发热 这是风邪所致的 汗出 烦满不解 出汗 仍然烦闷 这是绝 这个绝 是指的 绝者 腻呀 是腻的意思 什么腻 是哨音之气 上腻 教材 注释二 风洗太阳 太阳 主医生之表吗 太阳与哨音 相表里吗 所以风洗太阳 金亏不足 引动 引动 哨音虚火 上腻而致 汗出 发热 烦闷不出 说绝 是说哨音之气 上腻 或者哨音虚火 上腻 病名一月 风绝 这叫风绝病 因为又是受的风 又是有气肌 病肌上 又有气腻 所以把病因和病肌 结合起来 命的病名 叫做风绝 低约 怨醋 闻之 我想全面的听一听 习博说 巨阳主气 巨阳就是太阳 主一身之阳气 我们在讲热论的时候 曾经说过 又主一身之表 因此热论说 故为猪阳主气 所以说巨阳主气 主一身之阳气 特别是主一身之表 故先受邪 因为他主一身之表扬 所以外邪侵入 首先伤的是太阳 哨音与气为表里 得热则尚从之 因为哨音与太阳相为表里 太阳受到热邪之后 使得哨音的虚火 也从之随之上吏 从之就是随之 随之上吏 哨音之虚火 随之上吏 从之则绝也 上吏啊 上吏就是绝嘛 这个绝就是说的上吏的意思 至之奈何 至了这种风绝病怎么治呢 起报回答说表里刺之 表里两经都可以刺 在表之经 太阳经 用泄法 哨音之经 用补法 同时还要饮制服汤 还可以给他汤药 汤剂 来进行治疗 这个理论阐释当中 谈了一个风绝问题 因为本篇提到了风绝病 在内经当中 还有其他的风绝病 这三处所出的风绝病呢 是不一样 只是把这风绝病又提一下 这个素问的阴阳别论说 提到了一个风绝病 阴阳别论上所说 那个风绝病呢 是指的肝气预制 恒力范胃 使得胃气时核 而出现胰气 等症状的 那个叫风绝 因为肝胃时核 肝属于风气 所以叫风绝 所谓绝 是指胃气上腻 因此叫风绝 肝属 肝属 风目之气 肝气横腻 范胃 使得胃气上腻 因此出现 这个病叫风绝 从病因 从病基上 主要从病基上讲 再有就是灵书五变篇 也有风绝一病 那个风绝病 是说素体虚弱 胃外不顾 感受风邪 出现的病症 什么病症 汗出太多 主要是出汗 这个汗出 是风为阳邪 正气虚弱 不能顾表 而风邪又外受 所以汗出很多 那个叫风绝 和本篇所说的 风绝不一样 本篇所说的风绝 是太阳 是太阳与 哨音的病病 哨音虚火上腻 而外受的风邪 使得太阴虚火 哨音虚火上腻 所以叫做风绝病 所以关于风绝病啊 是在内经上出现过三次 是指三种不同的疾病 但是都叫这个病名 这也反映了 在《黄帝内经》这部书 它不是一个人所做的 但是就命名的方 疾病命名方法而言呢 这里有共同点 恐怕都涉及到病机的问题 因为有绝嘛 绝就是腻嘛 这说的是病机问题 当然说说风是病音的问题 疾病命名 它有相同的地方 关于林郑指药 风绝病音是太阳受风 风为阳邪 其性开泄 所以多汗 汗多而伤阴经 所以说太阳与绍阴为表里 一